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依蝶 歡迎再度來到大醉喜聞樂見的新翻資訊時間 按這種慣例 我就會透過簡單的描述介紹 來帶大家快速的掃過這個季度以確定放送的所有新翻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種純藍的包類型的資訊節目 也請不要忘記先動動你的手指訂閱我的頻道 好的 那我們正式開始 注意 資料目前截至2月27號為止 共計有55部新翻 如後續還有遺漏或新的更新資訊 我就會在留言字體上做補充 在資訊欄上我也會放上作品類型的時間軸 歡迎自行訂閱 首先是原創動畫 寶可夢新系列 陪伴我們闖蕩20多年的智爺跟皮神終於退休 是寶可夢首度宣布更換主角的最新系列 同時會採用最新作的珠子作為故事欄本 激動戰士鋼彈水星的魔女第二季 隨著1月的那一掌啪 沒了 再度為其打響熱搜討論度的那個男人大河內指導的水星魔女第二季度 小鳥之翼第二季 以美少女打高爾夫為主題的原創動畫續作 魔法少女毀滅者 講出日本的御宅文化被突然出現的神秘組織鑄 而某位熱愛著御宅文化的革命家及三名魔法少女 便為了奪回她而挺身而出的原創故事 看起來有點像之前的電池少女 The marginal service 以不為人知的全新服務爆彈為主題的原創動畫 Word Die Star 以眼巨少女為主題的原創動畫 並由展翅龍之頭的作者Takahiro擔任故事原案 Opus Carlos 高效型科劇製作團隊打造的全新原創動畫 故事以感知藝術誕生後的十年為舞台 角度藝術家與品騎師兩人一組的藝術組合展開的故事 賽馬娘Pretty Darby Roll to the Top 由Sygens本家動畫公司製作 是以成田路好歌劇愛慕之姬為主角的故事 不同於一般的TV動畫 且將會在官方的YouTube頻道上播出 另外注意 這部跟先前公布的以小北光傳為主角的第三季是不同作品 Band the Allure 由VTube的始祖Kizuna Eye所衍生出的原創動畫 講出一群少女們精油瓣聚集在一起 朝著夢想前進的故事 接著是漫改動畫 我推的孩子 由回憶及想讓人告白作者赤白名編劇 人渣的本院作者橫槍猛狗擔任作畫的矚目及漫改作品 就是婦產科醫生男主看到自己單推的偶像 因為懷孕來找他看診 然後男主卻因不明原因突然被歹徒刺殺身亡 醒來他發現自己竟然投胎變成了他這個單推偶像的孩子 進而展開了一連串圍繞演藝圈的懸疑偶像劇 由動畫工房製作由阿蘇比擔任OP演唱 並且先前已宣布第一話將會是長達90分鐘的家常版 《鬼滅之刃》《刀匠春篇》 繼殷柱作為主角的油鍋篇之後 接續推出的第三季動畫 而本次則以《不死穿》《霞柱及煉柱》為主要人物展開 晉級的巨人最終季完結篇前篇 過敏思議時隔又一年終於來到的巨人終章完結篇的前半 3月3號就會正式上線唯一個小時的長度 《魔法石的新娘》第二季 接續17年10月由霸權社會Studio推出的第一季 講述無依無靠的女主被一名非人類的魔法石買下 並將她當成徒弟與新娘所展開的故事 分次更換了製作公司 偶像大師《灰姑娘女孩》UE49 以《灰姑娘女孩》的外傳漫畫改編 角度當中的幾位小學生偶像 在早期沒有製作人及工作的情況下 依舊步步向著夢想前進的故事 注意片名的UE49一直是身高為149公分以下的小學生 FBI警報 總之就是《很可愛》第二季 旋風管家作者《田劍二郎》的最新連載作品 角度高中生的男女主因命運邂後就此結婚了甜蜜日常第二季度 《女神咖啡廳》 《梁風》《小鎮有你》《風夏等座》的作者 賴韋公志的新連載作品 講男主跟五個妹子一同繼承奶奶一致經營店鋪的戀愛故事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講說個性陰沙的男主非常看不慣外貌出眾的央光美少女女主 每天都在內心裡妄想著要怎麼加害她 然而某次她卻意外撞見女主不為人知的一面後 就此展開了青澀校園戀愛喜劇 Darter Stone 新實際New World 接續去年7月推出的特別篇《龍水》 繼續講千空一行人開啟大航海時代之後的冒險物語第三季度 《國王排名》《勇氣的寶箱》 《國王排名》的特別篇動畫新作 將描述之前沒有出現的新劇情 《百合是我的工作》 講做可愛妹子們在咖啡廳裡打工的百合日常喜劇 和三聯軍進行LV999的戀愛 講女主因為被移情別戀從遊戲裡認識女孩的男主分手後 《英俗洋渣》也開始跟遊戲中認識的帥哥網友產生情愫的戀愛喜劇 《伊甸星園》第二季 《妖精尾巴》作者曾倒號最新年載的作品 選出有魔王和機器扶養長大的少年 與靠上傳影片為業的少女跟一隻機器貓 一同穿越宇宙各地與世界冒險的故事續作 《黃金神威》第十季 先前應傳出有職位重要的製作組成員過世 而後不得已延期至本季度再放送的北海道冒險番第十季 《地獄樂》 由《猫爬》製作 講述江戶時代末期遭到背叛而被捕的最強忍者 為了達成被無罪釋放的條件 從而踏上去極樂淨土尋找不老不死仙耀的奇幻冒險物語 《屍體如山的死亡遊戲》 由無頭騎士的作者陳年良無擔任原作劇本的作品 選出渴望過上平穩生活的死靈法師 逆穿越從異世界轉身到現代日本 但卻意外的被捲入黑白兩道的勢力中所展開的都市奇幻劇 《MIX》第二季 繼續19年4月推出的第一季 就是主角兄弟兩人以甲子圓為目標的棒球漫改續作 《東京喵喵》第二季 距離舊動畫時隔20年的重啟星座第二季度 《天國大魔鏡》 故事採用雙線敘事的結構 一方面聚焦一群生活在井井有條高牆圍繞環境下的孩子們 與另一方面則是講述在成了廢墟中的日本 四處尋找一個人稱天國地方的搭檔的冒險之旅 兩邊的故事相輔相成建構出的一段懸疑科幻的末世物語 《我家的英雄》 就是尊愛獨生女的普通上班族男主 因為不小心失手殺死的毆打自己女兒的他男友後 便就此踏上修羅之道 被捲入一系列危機的犯罪鬥志藩 放學後失眠了你 就是同樣有著失眠煩惱的少年少女之間所展開的純愛物語 藥洞青春 就是女主從鄉下地方來到東京升學高中念書的青春校園物語 藍色管弦樂 就是天才小提琴少年與初次接觸提琴的少女 一同交入管弦樂色揮灑青春的青春群像劇 不知內情的轉學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纏了上來 就是在班上遭到排擠而一直獨來獨往的女主 因為遇上了轉學來的陽光男主之後 就此改變她校園生活的治癒溫馨物語 靈人似銀河 就是漫畫家男主跟從外星來的助手女主之間的奇妙戀愛喜劇 季品公主與獸之王 在人魔共存的世界中 被當成季品的女主跟半人協同的魔族之王之間的奇幻戀愛故事 在無神的世界進行信仰傳播 就是男主被邪教教主的父親給害死後 損身到了一個沒有神跟教宗概念的異世界 在此為了保護在地居民改變風氣進而成立宗教的故事 六道的惡女們 就是經常被混混及不良少女欺負的弱小男主 某天意外獲得能夠讓惡女們無條件喜歡上自己的神奇能力 進而展開的搞笑喜劇 可愛過頭大危機 簡直本想要毀滅地球而從宇宙過來調查的調查員 卻反過來被地球上的各種可愛喵心人征服的歡樂喜劇 肌肉魔法師馬修 簡直以魔法技術優劣決定地位高地的世界中 天生不會使用魔法的男主 用斷裂來的一身肌肉秒天秒地的奇幻故事 勇者死了 簡直拯救世界的勇者意外死於村民男主自治的陷阱中 而勇者的原夥伴死靈法師便將男主變成了勇者的樣子 威脅他要代替勇者再次拯救世界的喜劇冒險物語 幼女社長R 簡直由一名幼女擔政社長的公司 與一群怪人員工間的搞笑日常喜劇 《江戶前精靈》 講出一個擁有400年以上歷史的知名神社中諷刺的神明 是一個從江戶時代被召喚到日本 整天只會看漫畫做模型打電動的射孔死宅精靈 所展開的搞笑喜劇 《Ultraman Final》 以超人力霸王數十年後的世界為舞台的最終季動畫 由Netflix獨佔放送 魏廉昌室線上純潔 惠星社最新出品的生女檔動畫 在進入下一段內容之前 請先容我進一段工商時間 本期節目由Softshock VPN贊助播出 沒錯 在現今越來越多新翻漸漸的由各大平台獨佔放送的情況下 並不是所有熱門的新翻都能在大家常用的動畫風 又或者是木棉花的頻道上找到 於是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Softshock VPN的登場了 Softshock VPN就是一個虛擬私人網路工具 雖然能夠勾你將你的網路IP搬到不同國家的位置 來解鎖原本受地區限制的平台內容外 它還能將你的網際網路連線加密 來確保你的裝置隱私藉此防止各自的外洩 且Softshock VPN只要辦理一個訂閱帳號 就能勾你無限在所有裝置媒體上同步使用 現在只要到我的影片說明欄或置頂留言點連結 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KAEDE 並能享有17折的優惠外加免費3個月使用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快來試試Softshock VPN 當個愉快的追翻俠吧 再來是親改動畫 小說改編也包含在此類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爆炎 美好世界的眼神外傳 講之女主惠惠在遇到主角異形男的一年前 在怪人聚集地猴魔村裡發生的故事 熊熊勇闖異世界Punch 講說家裡多女主穿越到異世界 穿著熊熊裝打倒怪物保護村民 勇闖異世界的冒險故事續作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2 開啟異世界大氾濫時代的始祖之一 手機俠時隔6年推出的第二季度 她去公爵家的理由 韓國宮廷小說改編動畫 就是女主轉身到小說中即將被未婚夫殺害的女角身上 為了迴避死亡結局而進行了一系列自保手段的故事 第二次被異世界召喚 假如曾經被召喚到異世界的男主 將戰亂平定之後回到了原本的世界 直到某日她又因為異世界發生危機 而再度被召喚到了異世界 所展開了一段未掛與後宮全開的龍奧天之旅 異世界一擊殺姐姐 姐姐同伴的異世界生活開始了 講說穿越到異世界的超弱弟弟 與因為喜歡弟弟而為了她也穿越到 異世界的超強姐姐之間的奇幻冒險 轉身貴族的異世界冒險路 不知自重的眾神使徒 死後穿越到異世界的男主被諸神賦予了 要發展世界的使命 從而獲得一大堆超強力量 展開王道異世界的冒險之旅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 在現實世界照樣無敵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運 進化果實作者的新連載作品 然後同樣也是講被霸凌的胖男主 穿越到異世界變成超強美少女的逆襲故事 唉 有完沒完啊 最後是其他改編動畫 機陣少女Alice Expansion 3D動作手機遊戲改編動畫 頭走中The Great Mission 由日本高人氣綜藝節目全員頭走中改編動畫 群馬將第二季 以日本群馬線的官方吉祥物為主題的改編動畫續作 好的 那麼以上便是這季度目前已確定會放送的55部新翻名單 希望能先讓你了解這季大概都出了些什麼作品 而或許我也會再專門出一期主觀期待度的4月新翻推薦 來推薦幾部我個人比較期待的4月新翻 給大家參考 那本次的節目也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種純男人包性質的資訊導覽節目 那請務必幫我按個喜歡讓我知道 如果覺得這些資訊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也可以考慮點擊訂閱旁的加入按鈕 或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來小兒支持我製作更多優質節目 別忘記想要在第一時間收看更多新翻的資訊 那就一定要按下訂閱鈕關注我的頻道 想了解我的更多動態也歡迎按讚追隨我說明欄中的各大社群 我是凱蝶蝶 願光雨早智回到你的身邊 我們下期 再會